在我們的blobsuit裡面呢 在萬聖節的時候有出現一個新刀的活動 至於這個新刀就是我們的鐮刀 這個鐮刀到底多麼帥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展示給你們看啊 那就接下來請看我們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我們又回來blobsuit 至於今天我們回來呢 我們是要來給你展示一個東西 它叫做我們的那個鐮刀 我們的萬聖節鐮刀 至於萬聖節鐮刀是什麼呢 就是你現在看到背上的這個東西 這把刀就是我們的萬聖節鐮刀啦 這把刀呢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也有一些人可能不能說一些人 要說大部分人是沒有拿到的 因為這個萬聖節鐮刀啊 現在拿獲取的方式 比以前還要來的難稍微一些 以前的話獲取方式比較簡單 現在的話獲取方式一樣 但變得稍微難了一點點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給你們展示這個 萬聖節鐮刀的技能 還有它的獲取的方式啊 那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關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關我的頻道點下一個訂閱 將來不會錯過我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rd伺服器 這樣卻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聊天 連結的話放在下方說明欄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萬聖節鐮刀 BlockFuture影片吧 好的那各位首先關於萬聖節鐮刀啊 就是我現在背上的東西 其實你從背上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蠻帥的 光是它原本自己這樣的造型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點亮亮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這鐮刀原本的樣子就非常的帥 那我們現在把它拿在手上看吧 我們現在把它拿在手上看看吧 這就是它拿在手上後的樣子 它那個刀柄就是它這個刀柄的地方 又有點像骨頭造型的 非常符合萬聖節的風格非常帥 然後它頭對還是一樣 然後另外也不知道的話 就是它頭這邊其實有藏兩個那個漢字 這個應該是封肩吧 沒看錯的話 就它藏了一個封肩兩個字在這裡 也就非常的那個細節兼顧的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萬聖節鐮刀的技能吧 好啦首先先看一下萬聖節 先看一下我們的萬聖節鐮刀 然後開啟我們那個武裝色後的樣子 就是這樣 嗯沒錯 它也會跟著你 那個外框也會跟著你的顏色跑 然後它開啟武裝色後 有另外一種奇特的感覺嗎 不知道怎麼說 你看這個原本裝飾的地方 所以全部變黑的 然後可是這樣凸起來又感覺特別的帥好不好 然後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直接來看技能吧 首先是我們的鐮刀的普攻 就是這樣 對它的攻擊速度好像比以前來的快很多 我記得它以前攻擊速度沒有這麼快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沒錯它的攻擊速度被調快很多 我非常確定這個萬聖節鐮刀啊 它以前的攻擊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就是 跟其他刀比起來 它的那個揮擊下的那個時間 比別人還要來得久 所以我非常確定它有被那個加強過 你仔細看 你看 你看我揮的速度很快 其實算非常快的 雖然說我單次揮擊的 雖然說我單次揮擊的攻擊力 比較小的一點點 但我的速度會比別人快很多 所以這樣加起來 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我單揮一次的話 傷害是大概2500左右 但我揮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的傷害同時也上去的很快 你看 就是因為我揮的很快 所以我傷害上去的很快 那我傷害就可以很快的疊起來 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就算 有那個單次揮擊攻擊力比我高的 我基本上傷害疊起來傷害應該也是比他高的 沒錯 所以萬聖結鐮刀是非常酷 也是非常強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始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首先是我們萬聖結鐮刀的Z技能 長這樣 這是Z技能按住的時候的樣子 有一個姿勢 然後我們把它放出去 哇 帥 帥啊 有點像是丟出一個龍捲風嗎 那應該算是龍捲風吧 我們再來看一次 對 類似龍捲風的東西 然後被捲到的敵人啊 他是會跟著那個龍捲風往後飛的 然後傷害大概在4700左右 差不多的位置 我們再看一次Z技能 因為說實在他這個龍捲風 還蠻酷的啊 很喜歡他這個特效你看 這個萬聖結鐮刀做的特效是 我覺得是特別的好 然後他的外觀也是屬一屬的特別好看的 所以強烈建議你一定要去拿到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萬聖結鐮刀的 X技能吧 是好 首先這個是準備樣子 有點像要飛起來的樣子 好酷喔 然後我們撞下一個人 哇 酷耶 這真的超酷的 真的超酷 就是 怎麼說呢 有點像你撞到一個人 然後把他吸著 然後你就會帶著那個人往後走 然後到底到那個技能結束的時候 那個人會爆炸 你就會突然爆炸 那個怎麼說呢 鐮刀會突然爆炸 然後他就會被往後彈 因為你再看一次就像這樣子 對然後爆炸 然後他就會往後彈 就像這樣子 沒錯 沒錯 然後跟這個Z配起來的話 應該會蠻 應該會蠻有用的吧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combo 如果 如果兩個是連得起來 我確定是否兩個是連得起來的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就是X嘛 然後配上我們V 然後我們V按的有點慢 他那個技能延遲有點大 就是你X技能結束以後 還會過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按其他的技能 所以會有點卡卡的 可能不適合藍藍做combo 我猜啊 我們在最後看一下X技能吧 就是槍衝出去 黏住 然後一死燈選 另一個 然後爆炸 他傷害其實也蠻高的 我剛剛看到他好像有飆到40008 算是還不錯的傷害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教你如何獲得這把 超酷超帥 且超實用的萬聖結鐮刀吧 來吧 GO 好我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我們的山海的鬼島 可以說是鬼島嗎 我自己會把它稱之為萬聖結島 或者是骷髏島 因為他在這裡的NPC啊 裡面的NPC基本上都是以骷髏為基本 然後外面是殭屍 我會把這裡稱作骷髏島 或者是直接叫做萬聖結島 因為這裡本來就是萬聖結做出來的那個 一個島這樣子 然後對 我們現在來到萬聖結島 你要怎麼獲取這個萬聖結鐮刀呢 首先跟著我的位置走 好首先你來到我這個位置這個房子以後進去 這裡有一個隱藏的NPC 我們來跟他講話一下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欸你是不是身上有一些骨頭 你就說有 對你有 然後他這裡就會寫說 你現在身上有多少骨頭 然後 像我現在身上啊 我現在身上是有5000個骨頭 算是非常多的 然後他說你可以買一個東西 每兩個小時你可以買10次 然後他 然後他會跟你說你這兩個小時啊 你還剩幾次可以買 至於這個買動機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Random Surprise 就是我們隨機的驚喜 這個隨機的驚喜啊 就是他會隨機給你的東西 我們這一張講有點難表示 我們就按一下來看看吧 來我們就 他說一個 就是一個隨機驚喜啊 需要50個骨頭 我們就先買一個來看看 像我現在啊 我是抽到了一些錢 我抽到了一萬九的錢 那我們再來抽一次看看 一樣 一樣的步驟 按一下5倍 這樣我現在是抽到了FB 沒錯呢 這個NPC啊 你可以透過骨頭這個貨幣 來跟他抽取一些東西 然後你每兩小時只能抽10次 然後這個Random Price 也就是這個隨機驚喜啊 他是會隨機輸的 有可能是錢 有可能是FB 有可能是果實 有可能是一些經驗加成什麼一些東西啊 當然最重要的來是 你有可能會在裡面抽到 你的火焰精華 我們再抽一次看看 搞不好我們運氣很好的 搞不好 第三次我們就可以抽到火焰精華 說不定的 我們再來抽看看FB 好運氣我們就把它抽完好了 好你看像我現在就抽到了10分鐘的那個 那個雙倍的經驗 像這個就還不錯這樣 我們就繼續抽吧 我抽到這個 這個沒錯就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華啦 至於這個好像有分兩個吧 好我現在抽取到這個以後才發現我們前面講錯了 如果你要拿到萬聖節鐮刀啊 你要抽的不是火焰精華 是我們的萬聖節精華 這個NPC啊會抽出許多的東西 其中就包含了我們的火焰精華 以及我們萬聖節精華 萬聖節精華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 我剛才抽到這個就是我們的萬聖節精華 至於萬聖節精華是比火焰精華還要難拿到的 火焰精華是一個稀有那個史詩類型的東西 但萬聖節精華是一個傳奇類別的東西 至於火焰精華呢 它是拿來拿這個龍泉V2用的 這個有興趣的話我以後會再做影片介紹 如果你們想要我做關於火拳V2的這個 如果你們想要我做關於這個龍泉V2的影片介紹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或者是對這支影片按讚 讓我知道我就會想要 我就會 那我就會做出這類影片給你們大家看 好那至於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抽到這個萬聖節精華 萬聖節精華是這個NPC裡面最難抽的東西 沒錯它的機率是這個NPC裡面最低的 只有2.5% 那我剛剛非常的幸運抽到了 好那我們現在抽到以後我們就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呢就是你要使用萬聖節精華的地方 我們就拿著這個萬聖節精華 然後碰一下平台 它就會出現一個音效 然後上面就會寫說有一個 有一個未知的東西被召喚了 聊天室也會寫 然後之後你就跟著我的位置走 好了沒錯就是這裡 我們打開靜文社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BOSS 叫做我們的Soul Leaper 算是我會直接叫它我們的萬聖節BOSS 然後它有一點特效 對 算是蠻酷的 我不能靠近看我本來想要靠近看的 我們這樣靠近看一下 沒錯這個是我們萬聖節BOSS的特效 非常的酷 然後它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我們的萬聖節鐮刀 那這裡你就會想說萬聖節鐮刀到底該怎麼獲得呢 沒錯 至於剛剛經過剛才那些步驟 你成功召喚了這個BOSS 那接下來要做的當然不意外就是打敗這個BOSS 這個BOSS是有一點小小難打的 建議你 建議你如果要打的話去找一下朋友或者是 跟你的誰啊一起打之類的 這樣會比較好打 大家一起打的話 大家也都會拿到獎勵 你也會更好打這個BOSS 至於你打死這個萬聖節BOSS後 你有5%的機會可以獲得這把我們的萬聖節鐮刀 至於我們的萬聖節鐮刀啊 他的稀有度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稀有度呢 是在我們的MITICAL 也就是我們的神話等級 最高目前最高等級的刀 所以他才會這麼好用啊 因為其實他有一點難拿到 剛剛是運氣非常好 我才抽了幾次 我就拿到我們的萬聖節精華 真的是運氣非常好啊 然後這也差不多就像這樣 然後你可以打他看看 你可以看到他的血其實算 非常的厚的 我自己都有點難打死他 然後他打我們算是 非常硬 你看 你看我現在一套下來 他只扣一點點血而已 所以這BOSS還是建議你 可以的話 盡量跟別人 跟你的朋友們一起打 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至於我們這裡 我就不打死那隻BOSS給你們看了 因為那隻BOSS對我來說有點難打死啊 我有點不太能SOLO他 然後我現在是在伺服器 我也沒有朋友來幫我 所以 我就把那隻BOSS又丟在那邊嘛 就祝你們大家都可以抽到萬聖節精華 至於我剛剛前面忘記介紹過了 就是要怎麼獲取骨頭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從我們的item 就是我們的物品欄這裡看到 往下滑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骨頭 沒錯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 不稀有的東西 就是其實是非常好拿到的 至於這個骨頭該怎麼拿呢 一樣在我們萬聖節島的地方 來我們現在隨便找一根PC 來然後開始孔打他 我們先處理掉一根PC 好 就像這樣 好沒顯示 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 又沒顯示 今天運氣 看來運氣用在剛剛那個萬聖節精華啦 沒事我們繼續試吧 ok ok 沒錯就是像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這個 你獲得了四個骨頭 沒錯呢 這個就是骨頭獲得的方法 你必須要打敗 打敗任何一隻在這個 我們萬聖節島上的NPC 不管是你想要打外面旁邊那個殭屍 或者是裡面 或者是裡面這個 這個叫什麼 骨頭的NPC嗎 或者是外面那些那個骨頭人 你想要打這幾隻NPC都可以 打死這些NPC以後 你就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骨頭 像我剛剛打死那一次 我就獲得四個骨頭 一隻四個骨頭 其實你要農下來的話 你認真去農 其實還蠻容易的 只是不是每次都會掉 有時候可能像我剛剛打兩隻都沒掉 但我打第三隻以後 他就一次掉四顆 也有可能你會一次拿到五顆也說不定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當然打死我們的萬聖節Boss 你也會拿到骨頭 而且我記得他掉的骨頭數量還蠻多的 所以各位建議你就是 如果想要拿這個萬聖節 如果想要拿這個萬聖節的鐮刀的話 你就必須要趕快去農這些骨頭囉 至於這個萬聖節的鐮刀 他不是限定就是 不是限死的東西 本我本來以為 就是萬聖節那個時候 我本來以為他是一個限死的刀 結果不是 你現在是可以透過在這個 萬聖節島上面打那些 打那些NPC獲得骨頭 然後抽萬聖節精華 進去打Boss 你還是可以拿到那個萬聖節 萬聖節鐮刀就是我們現在手上這把 沒錯 所以各位建議你一定要去拿 因為這把刀超級帥 而且超好用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次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忘了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更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還有加入我的disco群組 那你想要看到更多什麼樣的 Bossfoot影片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我是Tim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